这个是鲜毁堵佛料墙 一般的话要5斤以上的毁鱼才会有这么一个鱼堵 所以聊生跟鲍鱼都是咱们比较常见的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扎 今天在上海著名的斯南公馆 吃一顿难得一见的饭 盐水去骨额掌 姜阴盐水去骨额掌 试一下 我没吃过 我也没去过姜阴 它五香味蛮浓浓 其实蛮像我们买来的那种的 它就吃起来是很有味儿 但是没那么俗 这一道是秘汁文革 我们学用的是江苏南通的一个文革 被誉为天下第一线 因为它是选自咸淡水交互出的文革 所以它的路质特别的鲜 文革我吃过很多 南通的文革我好像没怎么吃过 我尤其是没在斯南公馆吃过文革 看看在斯南公馆吃文革会不会有点不一样 这个麦香真的做得很漂亮 很香很香 我还没吃就感觉到很香了 真的是一口入粉 这反应明显跟刚才都不一样 就前面的菜是好吃的 但是你能想得到 这一套是有点超乎好吃的感觉了 真的香 这有块叫放展哥了吗 对这个很想放 它在捞汁里面可能放了一点点微微的芥末 提了一下食材的品质 出品的样子到入嘴的感觉都是一流 这个是仙竹生鱼丸跟大白鱼的鱼果 它又是做的鱼丸 好谢谢 这里面也放了文革 江苏的美食这么先放文革的吗 正好现在是文革的季节 这个鱼丸是白鱼做的 今天豆腐饭太好吃了 特别是还有这么好喝的美酒 六代水果的那种香甜 尾调还有一点点的辛辣 其实也很大中餐的 这个是鲜毁度佛料墙 一般听得多的就是敏菜的佛料墙 那我们这个是僵硬的一个传统做法 僵硬的红烧的一个手法来做的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里面 这一个白色的充满的胶韵蛋白 这个是新鲜的回鱼肚 一般的话要5斤以上的回鱼 才会有这么一个鱼肚 所以疗伸跟鲍鱼 都是咱们比较常见的 极品食材极品部位 加上它们的烹饪 我觉得对它们的烹饪还是蛮有信心的 做的很好 对 它虽然是甜口 但是一点都不腻 你确确实知道 嗯 微微的酱香 Q汤的口感 而且这个感觉吃的对身体很好 这个真的是 你觉得太奢侈了一口吃掉了 人生也不过如此了 这一个是黄贡椒蒸的大白鱼 也是我们家的一个康家招牌菜之一 大白鱼主要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它要够大 一般的磅的一条会在两斤八到三斤 第二个就是这个大白鱼 它是带鱼鳞去吃的 一般咱们见的带鱼鳞吃的鱼 也会比较少 因为鱼鳞呢 它皮下有一层丰富的一个油脂 加热之后呢 适用到肉里面会更鲜 这个配酒很合适 今天菜都很配酒 因为它调味是淡的 但是它又加了上面的这个辣椒嘛 但是你吃到难吃的东西 你就不想喝 吃到美食之后 你不喝就觉得哇太可惜了 这条鱼也做到了肉鲤骨鲸鞋 而且黄贡椒这两年特别流行 跟这两年香菜大火也有关系 这种黄贡椒是非常香菜的味心 它这个并不辣就是香 这个跟我小时候吃蒸鱼的那种感觉也挺香 就香鲜 大白鱼它本身的味道应该是比较淡的 所以用这种味道来做呢 它就很适合 松嫩的鱼这样做就比较好吃 确实做得不错 这块肉看上去的太好吃了吧 其实金枪鱼也是这块肉比较好吃 真正的极品部位 鱼虾巴肉 感谢今天的各位朋友 把这块肉让给我吃 所以我得好好地吃 认真地吃 美美地吃 嗯 这汁水滴得如同我的口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嫩 确实嫩出一个新的层次 嗯 嗯 好嘞是有活力的呢 嗯 确实好吃 这个鱼脸鱼下巴这一块啊 没少看到家伙吃成 吃成这么香 嗯 好吃好吃 就是这个美食还是得中餐 对 是的 真的 这款白石楠确实非常配海鲜 而且很丝滑 价格也不贵 300以内 但凡问一下 酒圈的这种大神 对白石楠有多爱就知道了 这个酒你拿出去盲品 跟别人说是2000块钱酒也相信的 这个是绝带双刀 因为主要就是一个是刀鱼 一个是刀板箱 所以叫双刀 一般呢 我们去吃新鲜刀鱼 就觉得它已经是很贵了 按条卖的 那么用新鲜的三两以上的刀鱼 来做咸刀鱼 是特别豪横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是不上菜谱的 所谓隐藏菜 对隐藏菜 而且不是每个客人都可以吃得到 所以今天各位也是没见口服 哈哈谢谢 真的量特别少 只有刀鱼王这里可以吃到 也就有 有可能全世界只有刀鱼王这里能吃到 很甜啊 感觉比新鲜的刀鱼风味还更集中了 可能晒过发酵过 它水分没那么多了嘛 做了响了吧 它虽然做成响 里面肉还是有新的 跟新鲜的一样 但是比新鲜的风味更集中了 安徽的刀板香 今天晚上吃的真的是非常的满足 哇 好吃 这个店确实是好吃的 实在很好 烹饪呢 也很到味 这个味呢 是味道的那个味 今天这盘饭酒也是非常的出色 为这顿饭真的是增色很多 那么好了 小伙伴们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收藏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